好 我們剛才有提到過說 我們以前是九大 現在變成什麼 八大 迷惘星被幹掉 迷惘星為什麼會被幹掉呢 迷惘星發現的時候 由於一些歷史因素的關係 有一些錯誤 原來以為他好大好大 發現他發現他好小 好小 然後呢 鬼道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都差不多差不多平民的 就他一個人怎麼樣 歪歪的 長相很奇怪 長相很奇怪 然後呢 分類地類目 類地呢 密度大概在四到五 類目大概在一附近 他密圖二 記不像類地 也不像類目 因為他只有岩石沒有金屬 反正很怪就對了 所以很久之前就很想把他幹掉 可是當時沒有成功 然後呢 但是呢 他沒有成功 反正就怪 不怪 把他幹掉 所以呢 而且發現冥王星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有庫舶帶 後來我們知道有庫舶帶 早就 所以早就知道 你應該只是庫舶帶的天體之一啦 應該稱不上行星啦 所以要先把他弄掉 那當初沒有成功 可是呢 紐約的2000年開幕的海頓天上廳呢 就把他拿掉 這在美國還有一個小風波 小水燈發起了搶救冥王星運動 為什麼 因為冥王星是美國人的驕傲 天王星不是美國人發現 海王星也不是美國人發現 但冥王星是美國人發現 這個是美國人的驕傲 這個星是我們發現的 你發現你把他拿走 他心裡覺得不太瓶快 但是問題來了 2003年科學家發現了一顆星 當時命名為奇納 可是這個星的命名 要經過國際學天文學聯合會 最後正式命名叫做惡里斯 惡里斯 中文意義叫做矽程星 因為惡里斯是一個吵架的神 所以我們用個兄弟氣場的矽 矽程星 這顆星出來就麻煩大 他的冥王星還要大 那你冥王星都能算行星 那我當然也可以怎樣 叫行星啊 所以當時報上會寫說 我們發現了第10顆行星 我們發現第10顆行星 好了 麻煩來了 我知道有褲博帶 他應該是褲博帶的一個東西 可是他有冥王星大顆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古時候 古時候我們對行星是沒有定義的 就是鷹群苟且下來 古人說那個積木所有的要行星 有人說你要行星啊 這樣下來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定義過 從來沒有定義過 就這樣就這樣下來 搞了一個這個矽程星之後 麻煩來了 那請問你矽程星到底算不算行星啊 他到底算還是不算啊 那就要開會討論啊 那到底什麼叫做行星嘛 什麼叫行星嘛 所以才有那個會啊 開完會之後呢 其實在那個會正式結論出來之前 我在報道上看到的新聞都是寫說 太陽系將會有12顆行星 13顆行星 都是行星數目會變多 結果肥皂出來就變少 變成從9個變成8個 所以就會跟一個定義 讓冥王星幹掉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定義跟冥王幹什麼問題 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後面有什麼差錯 知道嗎 OK 好 再來有一個Burnard行星的資料 當然是不用背啊 當我問問點你就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好了 去找資料就好了 OK 不用背 只有一個用要背的黃色那個資料 就知道AU 講義上有錯 AU叫做你的天文單位 太陽跟地球的平均距離 一億五千萬公里 一個AU 這個是量度 太陽系內距離的單位 太陽系內 我們就幾個AU 幾個N來算 一個AU 太陽跟地球的平均距離 就要知道 好 於是 停車站接問 看表格 Burnard裡面誰最大 Burnard裡面誰最大 最大 那一顆叫做啥 24號 24號 二大裡面誰最大 太陽 誰最大 啊 喂 大愛 木星 你剛才回答太陽很好 考試有人會玩文字遊戲 太陽系裡面誰最大 誰是最大的星球 太陽 太陽系裡面誰是最大的行星 木星 天空中 夜空中誰是最亮的星球 月球 夜空中誰是最亮的恆星 天狼 天空中誰是最亮的星球 太陽 天空中誰是最亮的星球 太陽 有人會玩文字遊戲啊 你給我注意一點啊 那到底問什麼啊 你要搞清楚啊 OK 來 Burnard裡面誰 不要看溫度 你看大小 看質量 誰跟地球最像啊 誰跟地球最像啊 你要就看他的體積啊 他大小的Size啊 誰就看 3號 3號 3號不在嗎 誰跟地球最像 你說啥 金星啊 Are you sure? Do you確定? 金星最接近 水星離太陽近溫差很大 為什麼我直接報答案 因為後面要用 因為沒有大氣沒有水 我們未來所有碰到的星球 只要沒有大氣沒有水的溫差都會很大 沒有人幫你保溫 沒有人調節溫度 所以溫差都很大 未來我們碰到幾個星球都沒有大氣沒有水 都是溫差很大 都是溫差很大 OK 好 請問你誰最高 看表格就知道誰最高 誰最低 誰最高誰最低 最高最低 是誰 最高最低 來 3號 3號 是 許利 這樣還要Buck一下才照得到你 來 大哥 最高是誰最低是誰 金星 最高金星最低 海王 請坐 最高是金星最低是海王 然後要記得結果 金星溫度高 金星溫度為什麼高 我們會不會再提 還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還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還有濃密的大氣 而且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溫室效應很強 所以溫度最高 四五百度對不對 四五百度 然後呢 誰最低 海王 因為離太陽最遠 如果把冥王放進來 就變成冥王姓罪了 OK 就是我們的探索活動 問了幾個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